第五人格将在下周开启金华二宝箱 官方已经公布了宝箱内容 里面装有文豪野犬的联动时装 除了已确定的皮肤之外 还有众多稀有挂件 其中佣兵的虎伟将通过活动送出 而且还能免费升级为紫挂 挂件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囚徒的金挂太宰的毒本 这个只能通过商场回升购买获得 而第二款则是可以免费白漂的佣兵挂件虎伟 这款挂件与柴骏猫的配套挂件造型相似 不过是白色的尾巴 虎伟挂件的升级机制与弹丸联动中的Volt盒子一致 玩家可以使用代币升级品质 最高可升至西式金挂 而且一样可以通过活动获得480代币 免费升级到紫挂 升级之后蓝挂猫尾会消失 然后升级金挂 则需要花费728回升升级 关于虎伟的特效 作为和猫尾一样的金挂 大概率会出现一个虎头造型 还有就是流光特效 会不会有一个老虎脚印 个人感觉还是会有 因此关于特效方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个人建议 没必要升级虎伟 因为这是需要课金的 而且如果你已经拥有了猫尾 那就更加没必要了 当然课金玩家除外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升级虎伟吗